哈喽大家好,我是蕭,让你了解真正的泰国 今天我约了巨书,然后巨书告诉我说他在运达快递寄东西 所以我跑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巨书到底在寄点啥东西 他到底现在在干嘛 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吧,青麦也有运达快递 这个就是青麦的运达快递 这个黄色的标记非常的明显 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快递公司啊什么都已经到泰国了 我们进去看看 来,你们有开个门 好嘞 进来就看到巨书 啥呀 一包大米五公斤 你在运大米啊 运大米回去啊 这一包有几公斤啊,五公斤 五公斤,那个带上盒子六公斤 六公斤,你这样运汇去运费要多少呀 运费,单独的运费,就是我的协议价格大概要一百五十七人民币吧 就是一百五人民币,你要这么算 啊,一百五六十人民币 对 光是两袋米的运费就要一百五六十人民币啊 对 十二公斤 十一公斤 十一公斤 其他的都是一包的 啊 就这个是两包的 那这样一包要买多少钱 就是一包大米 一包大米呢,Macro买是二百六十九书 嗯 然后呢,卖二百六十九人民币 哦,二百六十九人民币 对 啊,是这样子 然后,海运费啊 海运费 哦,海运费 运费就已经一百多没了 对啊 那没多少钱要赚啊 没多少钱要赚啊 对啊 那这个就想帮你赚这个搬运钱 对啊 哈哈哈哈 那我心吗 哎呀,我的鞋呢 嗯,这些这些这些都是你的货啊 对啊 哇,那你带过生意还不错啊 出名的服 蓝色三瓶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个不是我的 这个不是你的 下面是你的 哦,请慢夏天带货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嗯,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呢 泰国货都有 啊,然后你都是给他们报运费发回去 对 现在发回去麻烦吗 嗯,在运达的配合之下 他现在不麻烦 不麻烦 他是需要提供什么 客人需要提供什么 呃,根据中华面移共和国海关法规定 需要 海外代购的人需要提供身份证原件 就客人的身份证原件 客人的身份证原件 正背面图片版 哦,这样啊 这样 必须 那你这样的话要我 我可能在国内我还不一定乐意 对 我给了你 我哪知道你哪去干嘛呀 是,没办法 但是呢 这个是国家的法令 中国的法律规定的 啊 那我们也没办法 那么像这种他回去的话会要征税吗 呃 不大于300人民币是免税的 单件是吗 单件 那么大于300人民币 等于我还得分两个地方寄 两本身份证的 两个身份证 还不能在同一个地址 就是说 或者是下周再寄 一周寄一次 那好麻烦 国际快递快建业务是适合个人的 不适合商业清官 啊,是这样 还有另外的 当然对个人消费的奢侈品来说 还有另外的做法 比如说香水啊 需要征收50% 哦,香水还不能寄 那就是日用品 比如说大米啊 比如说鸡精啊 什么都不行 都行是吧 可以 那你想洗发水啊 什么这种算是 算是化妆品吗 不算 算 这些都算化妆品 那也要征税吗 现在不征税 就是 现在这个好像特别火 这啥 这什么 这个特别火好像 这是个洗发水是吧 对 牛奶液的洗发水 在房间大概买60多块钱一瓶 你卖回去多少钱 这种就是100多株在这里买 因为是水嘛 液体嘛 你想象一下 它就是0.5公斤 两盒呢 包的好一点就是1公斤 包的不好 那就是2公斤了 哦 大于1.08 1.08公斤就是2公斤 哦 是这样 嘿 张哥 对 韵搭的老板来了啊 哈哈哈哈 就是要拍你 就是 这个很难记得 你咋记得 这机会就我张哥漏了 对啊 这个你是怎么怎么包装呀 这个包装起来到很容易 不会不会 不会爆瓶吗 不会 哇 你每天要干这个活 我觉得确实是 很麻烦 难怪找你喝杯咖啡都没时间 你天天在弄这个呢 就是这样子的 嗯 哦 现在这个包装呢 又有技巧 这个泡呢 冲着物体 物体里面 哦 是这样 对 然后这样就差不多了 其实有的人呢 包一整卷 但是呢 我实在不愿意包一整卷 嗯 那这个包装 这个问你收包装费吗 云达 说啊 紫砂 这个呢 这个泡沫呢 多少钱 这个泡沫呢 是云达呢 非常慷慨大方 慷慨大方便 哦 哦 只要在这里 优积 它就把费提供 是吗 那我 我背鸡卷回去 我过会儿 背鸡卷不让 所以它明确不一定 泡沫就包到 只能在店里有这些使用 如果回家需要购买 啊 它还这么写着 这样子 把它拉一下 这是一天 哦 这样就包的很牢了 它是不会漏了 是吧 基本上那个 有歪脖子的 有那个摁的 需要在上面多残 多残泡沫 然后把它固定上 啊 你什么东西卖的最好啊 什么东西 这个是啥 这个是啥玩意儿 这个卖的最好 这个什么东西啊 这是鸡精 农汤堡 农汤堡 鸡精之类的 这个就放了那个里 就是做汤的用的 是啊 有度因公的 有鸡精的 有牛肉味的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的 就在马克罗当中 那你把什么 最费劲 对啊 卖啥最费劲 刚刚抽起来的 这三箱当中 我俩能给你打开看了 不用打开 不用打开 这些都是 Plai的糖果糖 啥 就是Plai的糖 就是那个Seven的那种糖呗 那种糖 你知道的是吗 Plai的糖 对 哦 我吃过吃过 那个糖 那个糖也做也在也在够啊 对 因为Seven呢 像这种吧 它是面具个人用户的 如果是你买三五个可以 但是呢 也要买十个二十个是买不到的 等于说要跑好几个Seven才能买到 对 而且呢 时效性也有 就是比如说现在上架了Seven的 但是呢 这个他们公司呢 时效性非常快 推陈出新 也很 啊 就是老的款式就没了 过段时间就变新款了 就是不停的变是吧 对 这个也好多人买的吃吗 是 买回去啊 买回去 哈哈哈 就是这样还得有人买 嗯 那据说像你这样子 每天那么忙的做代购 你上个月赚了多少钱 第一个月 挣的有点少 挣了利润呢 是一千人民币 啊 第二个月呢 单子有点多了 利润高了 一千八人民币 你现在干了两个月 这是第三个月 对 这是第三个月 你总共赚了三千不到 对 这个月希望更好 是吧 这个月有点麻烦 我打算做了 为什么 搞得我有点烦躁 啊 确实烦躁确实烦躁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 这个东西 嗯 就是 搬运工的钱 就是搬运工的钱 然后呢 在跟客人沟通的时候啊 也有难度 呃 尤其像身份证啊 这些东西 对啊 对 就像我说的 要我给一个陌生人身份证 我也不太愿意 对 但是现在国家规定就必须要有 对 虽然呢 天猫的海外购呢 客人是直接上船上去的 嗯 但是呢 像这种呢 淘宝店呢 是必须是 没有这个功能 不是 呃 天猫山啊什么信得过一点嘛 那你说如果提供给一个陌生人 要我我也不乐意的 我也是 身份证还得正反面 我谁知道你拿去干嘛用 对吗 是 以前是只提供身份证号就行是吧 是 以前只提供身份证号 对啊 那个倒还好 但是呢 也必须真实的姓名 经常有客人呢 不用真实的姓名 用什么网小二啊 什么什么冰淇淋啊 像我这样这样什么 造好看啊 是吧 造英俊呢 之类的 但是问题呢 在于 呃 国家的政策既然这样规定了 呃 我们只能是遵照执行罢了 那你每天像这样发货 去买货 要花掉多少时间 一天时间 一天要花掉一天时间是吧 对 每天要花掉一天时间 所以呢 赚钱不容易啊 赚钱不容易 那你那客战现在怎么样了呀 客战现在 草木重生 鸟儿在筑巢 也不打算 现在 现在也不营业 呃 利好的消息有很多 啊 比如说 比如说 疫苗签证 呃 双方互免隔离 啊 我好像听说了 但是还没执行是吗 这些呢 其实可以作为泰国的 对外四好的一种标志吧 但是目前来说呢 只要中国这边不敢放的话 还是一样 因为中国政府非常负责 为了老百姓的群众的利益 嗯 所以呢 作为一个大国呢 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嘛 嗯 现在来说 所以说 这么多单要花 这么多单要花 不是还少的呢 所以说你现在代购这个行业是你一个收入来源了 变成是 以前是做客栈吗 对吧 其实不算收入来源 我现在在想着这个这个有点小问题 嗯 要找到其他的收入来源是更好的 嗯 这个呢 也许只能作为一种行为艺术吧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 这个行为艺术可以 因为有时候很烦躁 急需要通人沟通啊 交流啊 对 你还有有没有什么发错货呀 什么退单啊这种情况 目前来说没有 因为我这人办事呢 比较谨慎 嗯 这样的运达呢 配合的也非常好 嗯 从来没有过丢单啊 丢货的事啊 啊 对 因为你说按照这么个利润的话 出现一旦有差错 就就就就 其实就亏到老板里去了 哈哈哈哈 是吧 哈哈哈 也算是吧 所以呢 要谨慎 当然这样心理压力也比较大 嗯 对对对对对 就算了点钱呢 还不够 舒缓的呢 喝杯咖啡都回去了 哈哈 行了 那你今儿什么时候忙好 忙好走 咱们去喝杯咖啡呀 哈哈哈哈 还有多久 估计一个小时左右吧 得了吧 那我先别喝咖啡去了 我就门口 过让你逛过来啊 行了 那今天那么着 拜拜拜拜 刚才和据书也聊了啊 大家也都看到了 呃 一个代购有多么的不容易 是吧 其实有时候在想啊 就刚才那个 就拿那个大米来说吧 那在马克罗这儿买是260泰铢左右吧 260多泰铢 然后客人拿到手是260多人民币啊 看起来好像有4倍4倍多的利润吧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其实呢你去想 然后加上快递费啊 然后我还不算那个据书的什么油钱啊 车子的损耗啊 呃 包括人工 人工就不更不用去算了 就纯粹拿利润来说 减掉油费减掉这个啊 包装费什么去全去掉 我不计他能赚50块钱啊 要我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蛮痛苦的一个事情 还有很多客人 就是刚才也跟我说了 还有很多客人说 哎呀亲能包油吗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包不了 真的包不起啊 所以我就在想有很多的家长嘛 也之前也跟我说 哎呀我到青麦来我陪着孩子读书啊 什么 我能不能来做代购这一行 那首先一个你做代购这一行 像青麦这个城市 你怎么着都得有辆车吧 你一辆车你算便宜的五六万人民币 你五六万人民币 你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代购方式 我不知道多久才能把这个车钱赚回来啊 而且这个油费其实也挺高的 因为青麦这个城市你说大不大 说小其实也不小 呃 它是一个平铺的城市 你从东到西你那么跑一趟的话 其实也蛮费油的 像我这样就是算比较省着开的 我一个礼拜最起码一箱油 一箱可能平常还不够 那无非也就是上学放学接送一下孩子 就那么点事 啊 它就开来开去的也挺费油的 啊 行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啊 啊 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私信我 那有OK的问题 有OK的想法 我都可以把它做在视频里 好 那么就这样吧 拜拜